- 大家好,今天是11月6號禮拜三,歡迎收看今天的股民當家,我是李歐 台北股市今天再度創下整個波段的一個新高價位 整個收盤是收在11653點,小漲9點 很多投資朋友會覺得說,這個指數這樣每天晶晶漲,到底這個盤還能夠持續多久 我跟各位投資朋友包括好多次了,這個地方你不要去預設高點 如果你真的要認真的去觀察,認真的去看說到底有沒有反轉跡象 你應該要觀察什麼,你應該要去觀察成交量 也就是說盤的成交量到底有沒有失控,有沒有出現爆大量 好,我們所謂的大量是什麼,就是你要成交量超過1800億1900億 也就是說跟平常的成交量有一個產生巨大的一個波動的時候 才是盤產生異象的時候嘛,可是我們看到今天成交多少 1592億,請問有失控嗎?沒有嘛 而且今天盤它是小漲9點,而且也再度創下整個波段的新高 好,那我們看到今天的最低價也沒有跌破昨天的低點嘛 甚至於連昨天的這個紅K棒的二分之一都沒有跌破 很明顯的這個盤的多頭架構,你自己看一下有改變嗎?沒有改變嘛 所以盤多頭架構不變,那為什麼很多投資朋友覺得說這個地方很難操作? 因為股票的架構有改變嘛,好,為什麼說股票的架構改變呢? 我們看一下上跪指數,上市它再度創下29年半的一個新高 但是上跪呢?今天上跪高點有過昨天的高點 它是創下波段的新高,但是低點呢?它是跌破昨天的最低價 而且收盤收在昨天最低價的下面 哇,很多投資朋友在這個地方就開始感到恐慌,感到害怕了 說這個地方盤要崩了 但是有沒有,你觀察到前面這個地方這一天 它是不是一樣創下波段的新高 而且收盤收破前一天的最低價一樣嘛 這一天也是嘛,前面的最左邊這一天也是嘛 它出現這種跡象,我們叫它什麼?吞噬黑K嘛 當你出現高點創新高,收盤跌破前一天最低價 叫吞噬黑K,沒有錯 可是這個地方呢,每次每次每次 它後面都再度往上突破整個波段新高 所以這個盤它就是一個震盪洗盤 洗完之後就像上禮拜嘛,一紅一黑一紅一黑一紅 後面就再度往上突破,創下整個波段的一個新高價位嘛 所以盤它只是多頭架構是沒有改變,內容改變了 為什麼說內容改變呢?你看今天 今天上貴比較弱,上市再創高,換誰領軍? 本來是台積電,本來是紅海,今天換誰? 從電子股跑到金融股去了嘛,今天換國泰金 你要去想想喔,到底是誰會買國泰金? 一般的賞務投資朋友,他不會去買國泰金嘛 今天國泰金算是大漲,而且漲3.73% 一般而言,電子股漲3.73%沒什麼了不起 可是金融股漲3.73%就不得了了 然後你看一下這個地方,而且它成交量,它是放量供給 而且成交量比平常大好幾倍以上 你要想為什麼這個地方,這個幕後的黑手,這個大戶,這個法人 不管是這個背後是政府的,還是這個外資的 這個地方它會大買這個金融股,目的是為什麼? 而且你很明顯的看到,這個地方它是底部起漲 這個地方是突破所有的平均量之上,站上所有均線 目的是為什麼? 大家想當然了,就是要維持住這個盤,往上偏多嘛 他目的就是要撐指數嘛,撐指數 好,那我們看一下不只這一檔,包含像富邦金也是一樣 富邦金今天也是爆出波段的大量,來你看這地方 今天漲2%嘛,也創下整個短波段的一個新高 而且它是成交量比平常多兩倍以上 也是一個攻擊的量能嘛,所以很明顯的盤的資金 跑到金融股,包含像證券股,譬如像康和證 這個地方很明顯的,它的目的是什麼?就是撐盤嘛 甚至於連中華電信,中華電信是一個非常非常保守穩健的公司 它平常你自己想想你每天在家裡面的這個通話費 或者說你上網費,每個月大部分都是固定嘛 這個營運是很穩定的 所以沒事一般人不會去買中華電信嘛 外資法人當然也知道這個道理啦 但是為什麼這個今天成交量又爆出來了 為什麼?很明顯的,它也是利用這個中華電信占全值 在這個地方去做一個撐盤,拉盤嘛 好,那我們知道外資的目的是什麼? 它就是要把指數撐住嘛 你內資在這個地方都不進場買股票 好啊,那他就是把盤撐住 連續不斷的進場買超 那把這個指數撐在相對高檔 看看你這個內資,終有一天你還是會跟進嘛 你上櫃現在是落後的,沒有錯嘛 這是今天報紙的一個頭條 外資連續17天大買 金額創上史上的一個第六大 今天外資又買了 今天是連續第18天 大家要想想 外資法人他看的台北股市 他看的是一個大方向大趨勢 他看的是一個全世界的總體經濟 所以你要知道外資他的動作 就像航空母艦一樣 他是一個很大很大的船 他的方向是不容易輕易的改變 既然他連續17天 連續18天進場在這個地方買超 顯然他就是看好未來 至少一季的一個前景 他才會買進來 而且他買超的金額是非常非常大的 短短的這個地方有沒有 過去16天就已經買了1366億 今天繼續買好 最高紀錄是連續買超26天 所以在趨勢不變的情況之下 各位投資朋友該如何操作 很簡單嘛 重點是你要選股票 怎麼樣選股票 你要選擇對的產業嘛 折優布局嘛 這個我們強調過很多次了 好 讓我們來看一下 10月29號 我們跟大家分享精彩第二嘛 因為這家公司他跟精彩是競爭對手 那10月29號呢 我們是領先市場 這個地方他還沒有突破頸限 打底之後 我發現這個地方成交量呢 為什麼出現一個異常的變化 那這個地方他往上 第一次去觸碰極限位置 沒有突破 打回來 拉回來 技術分析裡面 大家應該都學過 拉回來打第二隻腳嘛 這個地方打第二隻腳之後 再往上走高 出現一個小的跳空缺口 很明顯的這個地方 我們股民當家團隊第一時間就立刻進場做一個介入嘛 可以說是領先市場 因為所有的投資朋友 你去觀察到外面的這些專家 他是在10月29號之前還是之後買進 一定都是在後面嘛 等他漲上去之後才追嘛 來你看一下這個地方 今天大盤 指數是相對高 沒錯 問題是上跪的股票 中小型股票是不是看起來很弱 一度跌幅0.6% 0.7% 很多人都覺得說 哇這個今天電子股什麼東倒西歪 但是勝利為什麼今天他還拉尾盤 在盤中一度往上做一個走高嘛 一直都維持在一個平盤之上 所以重點是你要選擇對的產業 當你的產業趨勢跟前景對的時候 勝利女神啦有沒有勝利啊 這個勝利女神 最終還是會對我們微笑的嘛 好我們看一下勝利他到底做什麼的 我們先前講過好多次了 他是做車用影像感測器的一個封測廠 全球的市占率高達55到65 你自己想嘛 市占率高達55到65 他是不是具有全球的一個領導地位 沒錯嘛 所以他是一家好公司 是一家非常非常大的一個領頭羊 好這個地方有沒有 我們在10月29號領先布局之後 隔天又往上做一個小小走高而已 還沒有突破警線 好那再隔一天他突破警線嘛 結果昨天前天我們公佈說 這個就是勝利嘛 那在我們的群組首頁裡面公佈 結果有些人說 為什麼我們公開之後就往下跌 其實公開之後就很多人會想要做什麼當衝啊 想說能不能撞到一些價差 但是我要跟各位投資本報告 股票的投資跟操作 你看的是一個趨勢跟方向 方向對了 其實短線的一個波動 小幅的一個起伏 不用太過在意 好那這個地方 因為我們說昨天衝上去之後 他有遇到一個半年線的反應 他會往下打嘛 打完之後 今天又再度往上突破 已經站上去了嘛 站上景線嘛 站上這個半年線 站穩了嘛 今天成交量有沒有很明顯的 又比昨天來的更大 所以後續成交如果又比這兩天 這三天來的更大的話 當然他就會開始另外一個波段的一個攻擊走勢 因為投信在這個地方 他已經進場卡位了 投信是在我們買進之後 隔一天他才進場卡位 所以我們的布局是領先法人 超越法人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這個 車用的影像感測 這麼重要呢 你看 未來包含從明年開始嘛 5G時代 5G時代 未來自駕車是不是個趨勢 電動車是不是產業趨勢 沒錯嘛 2030年2040年 歐美國家陸陸續續 他的這個汽車 汽柴油車 通通都是要取消 無法上市嘛 就是開始都只能賣電動車 只能賣這個自駕車嘛 所以未來這個產業前景 是非常非常明確的 所以5G時代 他也讓車聯網變得可行嘛 所以這個方向絕對沒有問題 所以你看這個人 他可以邊開車有沒有邊看書 甚至邊講電話嘛 發呆睡覺都可以嘛 當然現階段還沒有那麼成熟 到未來5G時代 他會越來越成熟 好我們來看一下 包含像哪些方面呢 比如說這個 入口警示啊 或者說這個側邊 不喜歡被人家撞擊嘛 這個車會自動偵測嘛 他靠的就是影像感測器嘛 包含像這個車道變換補助 或者說很多人現在就有應用到的 大家都知道的這個倒車雷達嘛 你要看一下後面有沒有什麼障礙物 他會有影像嘛 那後方的碰撞警示 這個後面是不是有車子 快要追撞到你了 你在開車開到一半 會不會有後面有車子逼近 你就他會提醒你嘛 說後面有車子快來了嘛 他會去掃描會去偵測嘛 那你平常倒車停車 其實他也會有這個影像監測嘛 包含像你前面的呢 一樣會有 如果說你距離這個前車太靠近 他會警告你嘛 所以你快撞到前面的車子了 或說這個行人的保護嘛 前面有行人 你在不喜歡打瞌睡 或是玩手機 這個地方你看到 好像快撞到人了 快撞到東西了 小貓小狗衝過去 所以這個地方呢 他會提醒你說 這個影像感測器有監測到說 前面有異物 所以他會自動 像有車子很聰明嘛 他現在會自動殺停嘛 很明顯的 這個是未來的趨時跟方向 所以這個勝利呢 就是朝這個方向邁進嘛 那我們這個是在10月底 11月初我們就跟大家講說 像這樣標的你要領先布局嘛 像什麼我說精彩第二嘛 富甲天下嘛 永貫三軍嘛 永貫三軍我們講過嘛 是聯勇嘛 永貫三軍 而且是領先市場做一個布局 好 那昨天我們又特別跟大家提醒說 哎有一個新的標的 因為我們特別提到11月 你要開始深耕布局 接下來下半年 在年底的時候 你才可以歡喜收割嘛 我們最新布局的標的 昨天在盤後跟大家分享 在這個影音裡面 專屬的 就是有看我們節目的 有準時收看的 這個我們的專屬 我們分享一本萬利 什麼叫一本萬利呢 就是說你可以花少少的錢 用小的風險 你去獲取大的這個報酬跟利潤 叫一本萬利嘛 我說他今天呢即將舉辦法說會 哎這個地方量先價行 有沒有成交量 你看過去幾天成交量開始慢慢的 哎有這個冒出頭嘛 漲草了嘛 我說我最喜歡看到股票 喜歡看到什麼 草叢量嘛 成交量往上追個突破 代表說有人進去了嘛 當有人進去的時候 你要如何領先市場做布局 就相當相當的重要嘛 你看這個地方準備要突破了哦 來我們看一下 今天有沒有這個地方尾盤 就往上追個拉高 為什麼 一定是有人知道他的財報不錯嘛 結果呢我在盤後就看到這個下午大概2點左右 就公佈他的這個EPS嘛 前三季的EPS竟然大賺6塊錢以上 不得了 股價才七字頭前三季賺6塊錢以上 代表什麼意思 他的本益比啊才12倍左右 你如果再加上第四季的 好你說前三季賺6塊 一季賺2塊 那一年今年可能賺8塊錢嘛 那股價現在本益比才12倍 合理的計算 你如果8倍的話 應該說 今年賺8塊啊 本益比如果說15倍啊 因為台股現在本益比大概17倍嘛 你算15倍就好 888有市值股價多少 120塊嘛 如果用15倍來計算 有沒有 他的股價合理預估就120塊 你看現在才幾塊 今天拉尾盤收盤才收74塊左右而已 所以我想這樣標的呢 我們是領先市場又再度做一個布局 好 好那另外一檔負甲天下也是一樣 同樣的道理嘛 我們11月1號 我們剛剛跟大家那個提示的這個畫面 有沒有 我們說負甲天下 是劍核心的這個競爭對手嘛 這個地方好像快動了 你看今天 今天電子股都爛爛的哦 他竟然 一路都維持在平盤之上 而且你看早上的這個拉抬 還有第一段 第二段第三段有沒有 收盤收在這個相對高嘛 幾乎是今天的最高價 為什麼今天大部分電子股是走往下走的 他可以走出這種走法 很明顯 因為我還沒看到他10月份營收啦 但這個很明顯的 我們自己在預估 應該是10月份的這個財報營收獲利表現特別不錯嘛 因為我們從前面的數據 我們就可以合理的推估說 這樣的股票真的不錯 而且我們預先掌握到他的研究報告 這個地方真的非常不錯 我覺得快動了啦 那明天搞不好就有機會往上追攻擊呢 所以像現在這樣子的股票呢 各位投資朋友都是要預先做一個布局 你不能等到股票漲上去的時候 你才想要追嘛 這樣就太慢了嘛 所以好的股票會一檔接一檔 因為大盤的方向跟趨勢 已經確定是往上走了嘛 所以現階段你要怎麼收貨 你就要先怎麼摘嘛 就像這個農夫一樣嘛 你要先插秧苗 後續他才有機會長成稻子嘛 你如果都不插秧苗 等到稻子已經變長出來了 你才想要去收割 這樣太慢了 因為你沒有參與到前面這一段嘛 所以要知誰知這個盤中孫嘛 就是這個你吃的米飯嘛 粒粒皆辛苦嘛 所以在別人還沒有發現之前呢 你就要預先領先市場去做布局 但是你要如何布局呢 你可以跟著我們股民當下的腳步 我們帶領歸投資朋友 領先市場來做一個布局 好 重點是你要相信 你要相信 你知道這個相信的力量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它是一個意志力 現階段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大家會以為說人多的地方是做多 錯 這個地方人多的地方是放空 為什麼 因為融券空單高達80幾萬張 而且散戶呢 我先特別查一下 散戶的期貨 進空單 還是維持在1.3萬口 沒有改變嘛 已經連續40幾天 都保持一個進空單的一個狀態 就完全嘎不怕嘛 而且今天外資連續第18天買超 今天又買多少 買67億嘛 所以我想各位投資朋友在這個地方 要好好的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好的 那最後呢 也歡迎各位投資朋友 就持續想要知道更多類似像這樣的股票 領先市場布局 你就跟隨我們股民團隊腳步啊 那現階段趕快布局 年底你才可以歡喜收割 好的 以上就提供給各位投資朋友追求參考 也祝福各位投資朋友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 拜拜 本公司以往之奇效不保障未來獲利 且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控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